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刚刚呢其实有受灾户在节目当中 替我们秀出了6月份的 的陈勤公告 但是呢有市议员掌握到 早从4月份的时候呢 根据市府的公文来往 就已经有住户去陈勤 觉得自己的房子受到 工地的影响怪怪的 那么呢最后还是 以没有危害公共安全之余 所以这建筑工程持续进行 而到了现在9月份 现在已经出现了 整个连续壁断裂 那么基地现在满目窗币 旁边的公寓 还有这些楼房也倒塌 而同时呢 这个市议员陈寅君就说 这个公文呢就是罪魁祸首 并且质疑建商跟市府的责任 而同时高嘉宇也指控 基态建设过去 曾经涉及了一些勾结 还有在其他的建案当中 也曾经被民众向他来请愿说 曾经基态建设找黑衣人强拆 私有地的围灵 就连今天的市议员王世坚 也跑到北检提告 到台北地检署案林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对基态建设提告 直指当初北市建管处核发建造 该有观测资料 如今却拿不出来 基态建设拒绝交出 他用的理由 摊陷到地底下了 资料也不见了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碰击基态扯谎扯很大 出事的基态大职是海沙屋都更案 基态当初如何取得建造 市府建管处还没有回应 但看到基态又出事 过来人先站出来再骂一顿 之前被他们强拆的也是这个 对 然后但是我们有附远 基态建设可以说 一直以来政商关系良好 而且内神通外鬼 长期的有人包庇 2015年基态在内湖建案 被控指使黑衣人 强拆合法为敌 强行占地 当时接受成情的立委高嘉瑜 看到基态出包不意外 还有2014年胡新街建案 施工导致民宅倾斜 钢筋外漏 住户求偿无门 但大使工地出事 市长江万安勒令全面停工 基态营造 在台北市四个工地 全部下定停工 服役营造也全面停工 对于这个建商我们绝不宽怠 基态在北市四个工地 还有服役营造三个工地 共七个都得停 只是位在北投的基态黄港 还传来施工声 建商胆大包天偷施工 但怎样都救不了开盘 跳空跌停的股价 最后收在13.35元 过去黑历史重新被挖出 收黑的股价 先让基态付出代价 TVBS新闻 主管我李平一台北报道 好确实现在基态建设 不仅是国内大型的建商 也是上市柜公司 刚新闻当中看到股价 已经跌停锁死了 而同时外界也在观察的是 本来呢 他们在当地大指的房价交易价格 是一平144万元左右 但是面临这么大的公安事件之后 这些已经来乘购的乘购户 还有呢 其他的人后续权益 到底要如何把关 而且这个建商要如何挽回消费者的信心 而且同时呢 大家就会去怀疑 大指这个地方的土值是不是有问题 会不会冲击这个台北市数一数二 高房价的地方呢 我们线上邀请到的是房产专家 住商不动产的执行总监徐佳馨 佳馨姐晚安您好 哈喽 主播好 各位官方大家好 好 佳馨姐 其实我们就是很好奇的是 我们都知道讲到大指 那么如果我在台北 有了解房地产的部分都知道 不只是基态这有名的建商啦 讲到大指呢 大家都是直接联想到破百万的等级 那这个事件之后 对于整个基态的房屋的房价 那么另外一方面 大指的整体房价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坦白说 因为这一次的事件确实真的闹得太大 所以你说要对房价没有影响 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啦 至少是在短时间之内 大家对于这个区域上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压力 那如果以现在区域目前的公寓的产品来说 大概价格会落在60到65万 那大楼的产品如果是中古屋的部分的话 大概会落在75到85万之间 那新的案子大家也知道现在都是破百的水准 所以如果说未来可能在至少在短时间之内 它的价格应该会有一个一到两成左右的空间 可是我们会比较担忧的一个状况是 银行端因为已经知道了这个区域 它是相对地基比较不安全的 所以未来在放贷的这一块上面 它可能建户的价格会比较低 所以如果说是以后要贷款的朋友 特别是这个出市的接扩里面 它如果未来在转手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个要提醒观众朋友 确实喔 所以大家接下来就 甚至我们有些同事说考虑一下 如果大值的房价下来 是不是可以逢低去观望一下 但是看来呢 这个全国瞩目的新闻大世界对于房价 是有很严重很沉重的影响啦 但是我们很好奇是业内怎么看待 这个基态建设普遍的评价呢 坦白说以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它也是一个上市建商 然后这么多年来尝试了蛮多各式各样的案子 除了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一些我们说是新推案之外 另外他之前他也有做过一些比较特殊的住宅 但另外还有就是说这几年在都更的上面琢磨蛮多的 那虽然是说有一些所谓的社会的负面的新闻 但是我们想有时候业内当然多多少少这种事情 其实还算是蛮常发生 只是说在处理上面来说的话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更周全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我认为是他们企业里面的可能自己的一生规划啦 但是对于这个建商来说因为毕竟我们也不大方便说它是什么 说它的一些我们说是整体的一个规划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几年来确实在推案啦 在销售啦或行销的部分上面 其实做的还算是水准以上 那如果说以这一次的事件的话 我们认为如果短时间之内也确实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接下来后续因为毕竟这样的事情 他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协调 那是不是能够获得地主的谅解 然后可以跟他们更进一步的进行 我们说是更深度的沟通 解决现在的这个相对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认为才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么嘉欣姐最后一个问题还想请教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旁边塌陷下来的这个房子 其实有30年的历史了 而台北市就是老屋最多 现在陆陆续续不同的地块都在进行这个围老改建都根 那么旁边的老屋的交易 会不会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让大家心惊惊 交易受影响 那么如果想要在老屋比较多的地区来制产的话 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你问的时候问题真的很好 因为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很关心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在旧的区域 就是说旧房子的这个所谓的旧的区域里面 享受生活机能相对成熟 但是屋林比较旧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其实会建议就是说 确实如果以双北来说的话 这种所谓的地基比较不稳的浅市区 它其实蛮多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构置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最理想的状况 可能可以构思2006年之后的中古屋 因为他们本身在建筑基础上面是有一定程度的调整 那如果你说等额下次的话 可能921之后他们的地基挖的比较深一点的 也相对比较安全 那如果说是以现在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有一些区域上面 现在做的这种围绕小基地的 坦白说确实这种零损的状况蛮多的 只是说要看这个建商 它在当初施工的工法 还有就是林比的一个维护 跟这个建商 它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财务上面的实力 这事情蛮重要的 因为今天如果倒掉的 如果说出事的是一个小型的建商的话 我们相信周边的地主应该是没得赔 那但是因为今天上接任这个建商 它是相对比较大型的建商 所以可能在理赔跟未来求偿上面 会相对比较有空间 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 当然希望乌林大家可能买的 相对比较新一点 在预算的可行性之下 那另外来说的话 就是说或许可能往外围去做一些寻找 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好确实就像嘉欣姐 今天在脸书上所说的这起事件 会不会也敲响了 加速北市危老改建的警钟呢 后续也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了 谢谢您 而这一回机态建设的事故 似乎也成为了政治口水 传出了这个立委王宏威 曾经收受机态建设的政治现金 不过他回应 这不影响他监督 大致见民宅他县选区立委王宏威 直奔现场关心还开启直播 只是其中几段像这样的画面 民进党群起围角 王宏威的对手谢佩芬更紧抓着机会 王宏威他身为立法委员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不包括说在这个参效 跟这个做秀跟蹭身量 这些测意呢 他就是用截图来做 看图做文章 那么我觉得这是绿营测意 这些他绿班一贯的手法 还有政治现金也能占 摊开三官资料 王宏威在最近的两次选举 与共收受了机态建设三十万元 他们的董事长总经理我真的都不认识 但是呢我回头去去查了一下 那是有一位媒体的前辈 他后来去做生意 他有做政治捐献 王宏威自认坦荡荡 不过民进党立委参险人乌针直呼 待机大雕 因为根据政治现金法 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的民意捐赠 对此王宏威这样回应 倒是反抗民进党的简淑培王敏生 在去年议员选举 同样有收受机态建设十万块的政治现金 至于简淑培则回应 所有政治现金都是依法收受及申报 若社会大众认为某些企业不该捐 就请立委员尽速修法 选举年的公安意外蓝绿 各控开杠 TVBS新闻 刘立成 徐某杰 慶柔 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報酬